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117集 众人穿行在遗址之间 寻找灵印台 冷风吹过 似乎带起远古壮怀激烈的杯歌 伴随着铁马金歌之声 气势雄伟 而又带着浓浓的杯状 热血男儿本应征战沙场 萧炎等人心中的血液 似乎也被引动起来 步伐间铿锵有力 斗志昂扬 突然 萧炎打了个冷战 前面几个绿色的魔兽 出现在废墟转弯处 绿幽幽的毛子盯着众人 孝战一马当先 挡在前面全神戒备 原来不过是四星巅峰魔兽 孝战看清楚后 松了口气 话音未落 只听周围沙沙声不绝 废墟四周脚步声 分榻不绝 从残破的墙壁处 钻出密密麻麻的绿色魔兽 远远望去 宛如一片惨绿色的海洋 感受到众人强大的实力 兽群在不安地骚动着 滴滴答答的口水 不断往下流淌 血红的牙齿 闪烁着锋利的光泽 吼叫声此起彼伏 令人心寒 此兽名绿精兽 全身臂率非常丑陋 拥有堪比镍齿类动物 更为强大的繁殖能力 不过它们的体质及智力 却并不发达 个头不大 只是身手十分迅捷 绿精兽 狡诈懦弱 除非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否则几乎不会主动攻击 如今见到只有几个人 数量上的优越感 慢慢战胜了恐惧 一步一步 向着硝烟等人逼近 从哪钻出来这么多 这种鬼东西啊 紫颖眉头轻挑 似乎很是讨厌绿精兽 硝烟等人都很困惑 刚才还一片空旷 唯有残破的大片城墙 你们看那里 月少龙脸色大变 指着城墙掩盖下的一个个洞穴 绿精兽正绵绵不绝地从那里爬出来 众人眼光所扫之地洞穴遍布 不计其数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众人一个大意 竟然不知不觉中 陷入了绿精兽的包围圈 趁包围圈还没收紧 我们退 硝烟当即下令 骨翅一阵飞上半空 众人纷纷跃空将硝烟围在中间 向着前方急冲而去 硝烟等人的举动 似乎激怒了绿精兽 即将到手的食物要逃脱 这是他们潜意识里 不可饶恕的事情 随着一只绿精兽的怒吼 整片魔兽海洋里吼声 连成一片震耳欲聋 一只只绿精兽汹涌扑上 扑天盖地宛如一片绿色的云层 将硝烟等人包在其中 哼 找死 孝战被激起了怒气 双拳一震 天笑微震向施展 白虎幻影暴涨万丈 胡爪横扫 找影众达万军 半空中的绿精兽 当场像割下的水道一样 齐刷刷倒下一大片 孝战随即转身 仰天长孝 孝声雄厚绵长悠悠不绝 白虎幻影一击之后 快速收敛 化为护照照住众人 孝战的攻击 为众人赢得了喘息时间 众人斗气疯狂注入护照 顶着绿精兽的无数找机 向前急奔 绿精兽虽然实力不强 但数量巨多 遮空避日追击而来 硝烟众人只能暂避其锋芒 令硝烟等人更为心寒的是 绿精兽前仆后继 完全不在乎同伴的死活 汹涌而上 已被孝战击落的同伴身躯为跳板 猛灯飞跃 如出塘的炮弹直追上来 而被踩的同伴惨叫着 从半空中急速直睡 在地面上砸成一团肉泥 鲜血刺激了绿精兽的神经 后面的绿精兽蜂拥拥而上 瞬间就将同伴之血肉 席卷一空 吞噬殆尽 绿精兽似乎一游未尽 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硝烟等人怒吼 嘴角边还滴滴答答残留着肉块 子影一个反胃差点没吐出来 想不到死兽凶残如斯 众人之中并非都以速度渐长 而今又在护照之下 彼此照顾难以发挥全速 仅一会儿的时间 众人又落入了绿精兽的包围中 在绿精兽不要命的攻击之下 护照已经遥遥欲坠 萧炎等人掩路担忧 这样下去 估计众人都会耗死在绿精兽的兽潮中 小战 你再出手群伤一次 速度要快 子影 你们护住护照 坚持一段时间 沉默寡言的南尔明突然出声 我有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 并没有让所有人一起出手 因为南尔明非常清楚 别说自己几位只是五星斗帝 在如此数量的兽群中 就算是六星斗帝 也得隐恨而亡 没有丝毫的迟疑 小战踏出一步 斗气怒卷 一头金色战虎幻影冲天而起 数万丈的身躯 占满了整个苍穹 战虎身负黄金战甲 虎牙直指天空 气势磅礴 世界初级斗技 天笑微震向 分攻防两路 除之前的白虎幻影外 黄金笑天虎才是真正的终结功绩 小战在众人面前 也是第一次施展 黄金笑天虎 仰天狂笑 头顶金角掠起一道耀眼的惊人的闪光 冲破了黑暗 把天幕划开了一条银蛇般的裂口 紧接着一声霹雳 震得地动山摇 笑声如滚滚雷霆 气吞万里 光波向脱缰的野马 向四周击齿而去 如同涟漪一般 瞬间扩散开来 嗯 非常不错 南耳鸣赞了一声 眸子中难得地闪过一抹火热 一阶高级斗技 万毒九重杖施展 护照之外 一片绿茫茫的寒雾冉冉升起 苍穹之上群山环绕之下 全都隐没在浓质的雾气里 雾气蒸腾间不断收缩 以极快的速度 全数钻入绿精兽的尸体 一眨眼 寒雾却束呼不见 只见满地残留的尸体 显得更为残绿 弹指尖天地恢复了原样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以绿精兽的智商 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略为一愣 都回过神来 口水滴滴答答流下 满地的尸骸 在诱惑着他们贪婪的味觉 浓重的血腥味 弥漫在整片废墟 随着一声声嘶鸣 滤精兽争先恐后一扑而上 分食着铜板的尸体 血肉横飞非常的恶心 在硝烟等人的目瞪口袋下 最先吞食的一匹滤精兽 在一瞬间双眼瞳孔突出 挣扎了几下就断了呼吸 后上的滤精兽 很快又覆盖了前面的尸体 如潮水一摆 滤精兽已经失去了理智 拥挤中不断倒下又不断被吞食 庞大的滤精兽数量急剧减少 硝烟等人的压力大大减小 半空上的滤精兽已然不多 一一被众人绞杀 尸体下跌之时 南尔明继续挥手 一道道毒物打入尸体 又一次掀起了弥天杀孽 一时间滚滚沙尘弥漫 硝烟死起尸横遍野 滤精兽的残体断肢比比皆是 大地像是被血水浸染过 呈红褐色 冷硬而枯寂 风吹过 带起的是一片肃杀与无情的冷漠 刚才还是猎物的众人 转眼间变成了猎人 硝烟等人追杀着余下的滤精兽 惊恶之色未消 依然不敢置信 这转眼扭转的局面 看不出 你小子还挺有一手的 好样的 孝战捶了一拳南尔明 南尔明笑笑 战斗已经到了尾声 残留不多的绿精兽 悄然溜走 旷野中只有凄厉的惨风 带起万籁俱敬 城墙上 那永恒的铜绿秀迹 入眼一片荒凉 刚才吓死我了 那些绿精兽 太恶心了 子颖似乎还心有余悸 拍了拍 堪堪一卧的 丰满胸口 小香蛇一吐 一抹惊艳 让众人 悄悄吞了一口口水 刚才紧张的气氛 缓和了不少 唉 这次多亏了南尔明啊 月少龙不禁感叹 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大家觉得这充满血腥味的空气 格外令人舒畅 你怎么想到这招的 萧炎笑问 看见绿精兽吞噬同伴的时候想到他 南尔明回应道 比别的我不敢说能比得上你们 但比用赌 那就当人不让咯 众人闻言大笑 这次可赚大了 一进来就有这么多磨合 风暴也开口了 不过说真的 这秘境我们刚一进来 就大赚了一笔 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呢 嗯 不如我们就比一比 谁获得的磨合多吧 萧炎提议 抢先冲了下去 众人放声狂笑 紧随其后不甘认输 战绩辉煌不代表战果累累 令大家意外的是 在这秘境里 似乎魔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异 四星巅峰的魔兽磨合出现几率 竟然很低 萧炎等人一阵搜刮后 苦笑不已 幸好绿精兽的数量够多 再低的几率 还是给众人奉献了大量的四星磨合 打扫完战场 众人靠着古城墙略加条西 突然地面不断震动 随之整个城墙都摇颤了起来 满目疮痍的裂缝 像珠网一般蔓延到四面八方 大片城墙轰然倒塌 一阵震耳欲聋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急促传来 众人脸色大变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眼前这一切 超乎了萧炎等人的想象 从刚进秘境开始 就接连不断遭遇袭击 萧炎无法想象 萧瑶当年是怎么取得灵印台的 虽说萧瑶说 当初进来就在门口幸运捡了一块 见识不妙退了回去 但萧瑶他们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 魔兽一波接一波 灵印台倒是踪影全无 众人放目远望 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 只见寒风悲笑 尘土弥漫中 一群魔兽卷土而来 如雷般的踏地轰鸣声 似乎是在心头响起 每一次的颤动都加重了众人脸上的凝重 看来应该是血腥味吸引了这些魔兽 望着战场上挥之不去的气味 萧炎苦笑 一挥手 众人立刻掠上半空 裂开阵势严阵一带 随着距离的快速缩近 众人的心也揪得越紧 在无尽灰尘中 魔兽的轮廓逐渐清洗起来 兽群大约有十来头 身上暗褐色的硬皮 似仲凯披身 层层叠叠肩不可摧 巨大的头颅下 两根卷曲的弯芽似闪亮的战刀 在日色下闪着冷冽的光芒 最为恐怖的是 它们的身后都拖着一条 约有八米左右的尾巴 末端类似一个巨大石球 上面十次猙獰 宛如一个移动的流行锤 奔走间 魔兽尾巴随意一甩 地面便被砸出一个巨坑 发出隆隆之响 在其周围崩开的大裂缝 足有一两米宽 看其威力 只要碰上半分非死即伤 此兽名巨锤战兽 五星中期斗地的实力 力大无穷防御惊人 身形虽笨重 但尾巴极灵活 而且富有天赋秘法 非常强悍 巨锤战兽群 眨眼间便冲到众人跟前 见众人均在半空 锯锤战兽怒了 后腿一蹬 借助刚才高速冲锋之力 弯刀似的尖牙指向众人 如明晃晃的刀尖 透出一股冰冷 比其锋芒 月少龙急忙下令 朝萧绍移动的方向闪避 话语刚落 月少龙已出现在萧炎身边 拉着萧炎向后退去 众人纷纷急躲 跟随上去 与巨锤战兽的弯牙 好几次擦肩而过 但依然紧紧守护在萧炎身边 见此情势 萧炎内心非常感动 巨锤战兽急冲之下 速度之快已然很难闪避 但众人依然身貌其险 向着自己的方向迅速靠拢 将自己守护在最里面 这份情意实属难得 巨锤战兽一击不重 怒火冲天 奔跑中看似笨重的身躯 却异常灵活 半空中一个击扭身 尾巴的流行巨锤呼啸而至 十几道巨大的阴影 遮蔽了天空 这可是十几头 五星中期魔兽 最强悍的攻击呀 萧炎等人的几倍 都冒出了凉气 巨锤来临之势迅如奔雷 再次全员闪避 已来不及 护好萧绍 五人异口同声 紫盈抢先掠出 眼中带着一股决绝 剑刃在手 身法连变游走不定 瞬间在十几道巨锤落地前 编织出无数道气网 虽然气网在巨锤之下一碰即溃 但层层叠叠 巨锤来势得以一环 月少龙紧随其后 他与子影一样 以速度渐长 九龄明龙刺急速点出 正是世界终极斗际 九次一线天中的素刺 带起一片璀璨 也带起一丝星光 星光点点 以无与伦比的速度 点击在巨锤之侧 一刹那间 上千次的星光闪起 空间在星光割裂下支离破碎 呼啸而至的巨锤 偏离了冤心的轨道 面对全身覆盖 重甲的巨锤战兽 男尔明明白 出手意义不太大 一个后掠 左手托起硝烟向后闪避 右手已是一片碧绿 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寿子影与月少龙出手夹击 巨锤下落之势已减缓不少 孝战挺身而出 斗气附身 形成一副古朴铠甲 上面闪现着玄奥的符文 玄奥的符文隐约间 相连成一只斑斓之虎 同时孝战白虎附体护照开启 将众人笼罩在内 硬抗巨锤 风暴也紧护在硝烟身边 风暴在左 男尔明在右 以确保硝烟平安无事 紫战白虎 眼